就在刚刚德华在观看AG和狼队总决赛的时候 狂魔哥的粉丝却疯狂涌入德华直播间 开始刷屏带节奏 对于这种无下线引战 蹭流量的行为 德华非常反感 对于那些没有素质的刷屏德华 难得动用封禁权限 甚至还设置了屏蔽词 当然对于狂魔哥的这种引导行为 德华也是第一时间电话警告 哇 我知道了 原来这些是滑犬 不是滑犬 那个魔犬 一个没 魔犬来的 赶紧给老子死出直播间 再带的直播间 你酸亲要没 那些魔犬 你还贴眼 贴料别真演的 别闭眼的喇叭 完了屡刀华又高家长了 我先说 我真没带节奏啊 我操了 我真没带节奏 好吧 你们别说了 我求你们了 我害怕了 我操 滑犀高家长了 我怕了 不是 狂魔你没节目内容 你退晚行不行 我真没有课 我在解除比赛呢 你解除个鸡毛的 你一个史蒂芬 你看得懂比赛 没直播内容 天天这里口嗨两句 那里口嗨两句 那这直播间为什么都说你在带节奏呢 喷你那不是应该的 但凡发这种的他家里都没母亲 我在直播间说了但凡发这种的家里就没母亲的人 喜欢跟风看喜欢看主播破坊搞心态 这种你先想想你家里有没有你家里有没有双亲 你先想好这个问题你再发 这是问题的